气氧局表示星期三开始东北季风减弱 花冬地区还是有局部雨势 星期四呢台湾地区会变成是弱东北风 各地白天会机会看到阳光露脸 而迎风面都半步偶有局部短暂雨 白天舒服 早晚凉 到了星期天呢又会变天了 提醒民众要注意气温的变化 汇别周三前阴雨绵绵的适量天气 东北季风减弱 周四起全台各地都有机会看见阳光露脸 气温回升 仅迎风面东半步偶有局部阵雨 民众出门留意早晚温度变化 16号我们还是受到比较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所以其实在花莲这地方 局部地方还是有一些雨的时候 雨啦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整个东北风就减弱 高压已经出害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天晚上开始 整个花莲的地方 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多云 或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 只有在局部地方 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20号晚起的时候 我们受到另外一波的高压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高温就有点往下降 然后雨看起来就比较多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整个的风场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花莲这地方 雨就开始比较多 然后雨云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礼拜天晚上以前 天气其实是属于相对好的 然后礼拜天20号以后 温度会下降 然后那个就会雨会比较多 然后天气又比较转向 阴雨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早晚温度大概都比较低 所以早晚可能要适时添加15 周日起东北风稍微增强 因封面东半部水机增加 又将转为局部短暂雨天气形态 气温稍微下滑 提醒民众把握着周末好天气 安排出游计划 留意早晚温差 适时保暖 避免着凉 记得讲帮忙的华临时报导